今集來到赤尾站 先用 20 元去吃一個特色的海鮮撈麵 再到大型零食店找到好多特色產品 還樣樣都可以買少少回去試 而價錢就等你們告訴我覺得值不值 而這個站實在有太多店舖值得分享 今次我們先看上集 我們一齊來啟程吧 Let's Go 歡迎來到星星大團 如果你都喜歡四處找地方玩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訂閱一下我 記得幫手留言和讚好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星星 今天就來到深圳一人游的系列 今天就選擇了劇尾站在這裡周圍走走 聽聞這裡有很多潮汕的美食可以在這裡找到 那我們一齊來看看 Let's Go 我們可以由福田口岸坐地鐵4號線去到福民站 再轉7號線大約14分鐘就會到達 非常之方便 而這個地方找路是有少少複雜的 所以我們先認住一個地標 就是旭爾馬 我們首先走去旭爾馬 再教大家怎樣走去潮汕的海鮮撈麵 尺尾站 可以由尺尾站的D出口一出來 往後方向走 走到一間便利店 這裡有一個路口 我們由福長街一路直走 走到十字馬路位置 會見到平安銀行 左手面就見到旭爾馬 很大的旭爾馬牌 左手邊 這裡有一條路 我由這間士多中間穿進去 大約走三分鐘 已經見到很多店舖 那是由那邊過來的 這間潮汕海鮮撈麵 是一間小店來的 它的撈麵很出名 所以特別過來試試 海鮮撈麵由大小碗分別 有20元、25元和30元的價錢 除了有撈麵之外 還有湯粉、湯飯和湯的選擇 這種小店除了有牌寫著價錢之外 還會在點餐上面有很多食物的相片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想吃些什麼 海鮮撈麵是潮汕的美食 不是就這樣搓湯給你去做 它會用明火去炒 連海鮮和湯汁一起炒 所以是非常之香 哇 麵明了好香 色澤也好美 雖然說20元一碗 但它也有擺盤 而看上去和聞上去 都覺得這碗麵是很不錯的 裡面有蝦、有魷魚、有蜆 還有一些肉 醬汁是很有海鮮味的 現在這一碗是20元而已 哇 好味的 還有一碗麵 鋁鐵也很大隻 一碗很大隻 我們看到這間店舖 有外面位置坐 如果大家有興趣過來吃這些小店 現在好過來 如果天氣太熱就會出汗了 吃到 好 現在吃完了 我自己覺得海鮮拌麵 我很喜歡吃 而且還要20元一碗 已經這麼大碗 如果對我來說我都夠飽 可以留一點肚子去吃其他東西 因為這裡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美食 江西理髮 單剪 20元而已 有房出租 一房一廳 剛剛那間海鮮拌麵 走前一點 有間生活超市 再走前一點 沿著超市這個方向 我們一路直走 經過一間很出名吃番薯粥 和山煙的海鮮店舖 晚上其實這條街是非常熱鬧的 附近的街坊和他們聊天 他們都說餐廳每天都需要排隊 有興趣自己可以試一下 一路直走 已經見到一間很大間 很想來的大型品牌零食店 每個星期都有一些特價產品 在這裡寫了 但這裡多數都是飲品 我在這裡走了一個圈 我決定分享給大家 我見到店舖 其實所有都是有牌子的貨品 除了零食之外 還有很多特色的包 或者小食、果仁、雪條、飲品 都可以購買 麵包有兩邊 這裡的蛋糕很可愛 有很多不同味 這個 好可愛 西瓜味的吐司 香日葵的麵包 麵包不是很重 現在寫著10.8斤 它稍後就會磅 如果這樣就拿去秤 一個三一個 三文字的蛋糕 我猜這個叫三文字蛋糕 蛋皮吐司 我想其實也是兩元左右一個 這個也好處幾正 你看 這個是12個白蒸蛋糕的紫米味 這間這麼大的泡谷 也是四個半 它也有這些果仁 好仁就貴一些 18.8斤一斤 好仁就貴一些 18.8斤一斤 18.8斤一斤 小時候的綠豆餅 六個半 還有這些 湯圓的白芝麻 都是磅的 全部六個半一斤 五顆粒爽的 兩個九一包 一個七炸 這個很貴 四個半一個 這麼大包 統一的紅燒牛肉片 三個半一個 海底撈出的 13.9斤 自煮火鍋 套餐 毫毫都買了這些 三個八這個 鹹蛋糕 撈麵 九個半一盒 土豆粉 15分鐘就可以吃了 這是田小花牌子 潮牌促食 九個半一盒 還有一些螺絲粉 十二個半一包 螺絲粉也幾個損 幾個牌子 螺霸王 七個半一包 兩個九一袋 六十克 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這個小 小子薯 三個九 三個九 可以買來試試 這些 一個六炸 金圓 它的牌子 不是一些 不懂的牌子 它是一些大牌子 還有蒜香味 還有鹹乾味 還有鹹乾味 這些全都是用來磅的 一包包很小的包 全都用去磅 什麼款式都有 有些小朋友很喜歡吃的 這個松露朱古力 三個半 很大 三個半 但是它不是很大包 但是也可以買來試試 艾德寶的牌子 淡黃酥 三個九 好 裡面有兩個 我以為是小小的 四周蝦餅 一元 登港版 寫著 燈酒 三個半 軟糖 水墨甜味 三個九一包 75克 三個半 你看它的雪條也很有趣 大白套的雪條 四個半一條 好舒服味道也不太 這個兩個半一條 這個紅豆糯米放糕 這個 一個九 好划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九 這些雪條 我過期間這些十八個月的時候 還有這些手包的綠豆 一個綠 一枝 超級可愛的 兩三隻色 現在有 兩個半 這個椒是兩個半 好好好 你們關門幾點 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 能不能玩 早上幾點開 西一點 九點 九點 你們這邊 有很多人會說廣東話嗎 為什麼 很多潮山人在這邊 這間店鋪 你可以當它一個大型便利店 或者好像香港的優資糧品 全深圳 其實它有二十幾間分店 大部分都是住宅區 而這間店鋪的優勢 我覺得每一樣東西 都可以買少許回去 試完再買 到我剪片的時候 我只吃了兩樣 拍給大家看看 香蕉麵包 外面就是麵包 而它的餡是會有香蕉味 吃下去也挺有趣 另一樣是雞蛋仔糕點 它裡面的餡是芝士味 有些味道 由店鋪出來 我們往左邊一路直走 四周圍走一看 看看有什麼 這間店鋪是吃大魚竹 春菜竹 很香 由超市一路直走 有很多餐廳 這間永記24小時的潮山美食 早夜茶也有 八元一錄 湯麵也有20元 就已經有了 鳳爪、排骨、褲皮 這些全部都是8元 潮傘江火 濕炒牛火 還有間水果店 這是7月2個 這是什麼? 五花果? 花生怎麼賣? 10元一斤? 沒有日後好吃 沒有日後好吃 夠了 蚊粥嗎?蚊粥很重 我還沒回去 你幾點關門? 不止訂關門嗎? 2元沒有關門 不關門嗎? 4、5點才關門? 這個多少錢?2元嗎? 謝謝 剛剛買了花生 10元一斤 買了很少,買了2元 這些是軟的 很軟 我們從水果店一直直走 留意對面馬路會見到一間洗衣店 我們過回對面 走前一點到路口 我們右轉 兩邊有很多店舖 我覺得這個區很舒服 好像街幫街里跟你聊天 很好 有一些很傳統的雜貨店 沿途走會見到對面有一間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旁邊有一間按摩 中式按摩推拿 119元60分鐘 旁邊還有一間美法店 瞭解完這個位置 我們繼續走 沿途會見到一間糖水店 是吃牛奶冰的 東門也有分店 還有一些腸粉店 好像很多人吃 吃什麼呢? 喝湯的 沿途走出去 會見到很多特色的小食和小店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 我們下一集主要會去吃東西和買手信 記得留意 拜拜